就是88师 号称是德蟹师 但是呢 他们所使用的装备 就和德国没有太多的关系 他们使用的步枪呢 大多数都是汉洋造 还有中正式步枪 所使用的机枪呢 是杰克式轻机枪 像样的冲锋枪呢 那更是没有 不过呢 所带的头盔啊 确实是德里德气啊 所以呢 大家都亲切的称之为德蟹师啊 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的步兵啊 都有哪些装备 首先呢 这个98k步枪是标配 然后呢 这个冲锋枪装备的是MP40 所使用的机枪呢 是MG42 都是一些大名鼎鼎的武器啊 既然号称是德蟹师啊 那我们给他换上德国的装备 这很合理吧 现在呢 我们就来升级一下装备啊 咱们呢 就借用一下 这几个德国士兵身上的武器啊 身上能拿走的装备啊 我全都拿走了啊 现在呢 他们身上是一贫如洗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升级完装备之后的88师啊 所有的步枪呢 现在变成了98k 机枪还有冲锋枪 一印俱全 现在呢 再叫他们德蟹师 是不是就名副其实了 主要是呢 这个游戏当中 这个衣服脱不掉 要不然呢 我把他们的衣服啊 也换成是德式的 不知道升级了这么多武器之后 这个德蟹师 他的战斗力啊 有没有提高 咱们现在呢 就和日军呢 简单的PK一下 今天呢 也算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啊 双方呢 各是100名士兵啊 主要呢 就是这个毛色98k 和这个三八式步枪之间的对决啊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日军的装备啊 其实也不算差 证据完装备之后啊 这个火力啊 明显强了很多 特别是这个德国的机枪啊 打起来确实是非常的爽 在配合上 德国的通风枪啊 完全实现了火力压制 再看一下日军方面的火力啊 现在呢 似乎也不是很差 看得到这个日军的外霸走 还是有点上眼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日军阵地的情况 就目前来看呢 这个日军的火力啊 明显呢 是指下风了 才刚刚交互不久啊 这个日军呢 就开始后退了 很显然呢 现在已经不是对手了 处于下风 看得呢 这次我们的换装啊 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个MG42机枪的声音啊 听起来还是比较爽的 而且火力也非常的猛啊 这个日军呢 不断的向后面撤退啊 才刚交出几分钟啊 就有一半的日军呢 已经被消灭了啊 88师呢 现在这边啊 发起了全面的攻击啊 相信呢 很快就能结束战斗了啊 日军呢 已经退到了地图的边缘啊 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看一下88师这边的火力啊 实在是太猛了啊 现在呢 只限上一小股的日军 躲在了眼底的后面 最终呢 也是轻轻松松的 就取得了胜利啊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